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灣環境最前線 永續台灣看得見 大家好,我是台灣環保聯名的秘書長 我是董建宏 今天很高興有一個機會 邀請到我們綠色陣線的執行長 吳東傑 吳執行長 來跟大家來討論 大家最關心的食品安全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過去台灣 像我們小型大型的過程 大家都說 我們大人都跟我們說 拆拆拆拆拆拆 為什麼我們現在 科技進步 想要吃得更好的結果是 你吃的東西越來越毒 我想這個部分 這個過程 我們今天邀請到 我們綠色陣線協會的執行長 吳東傑 吳執行長 來跟大家來討論 來歡迎吳東傑執行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來 等一下 看這邊 我想第一個問題 可能要請執行長 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說 我們過去的食品到現在的食品 到底是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所以我們大家覺得說 現在的東西比較環境 反而沒有以前那樣子安全 對 師兄我們在說這個食品 有什麼 大家都在秘書長說 過去我們在說 垃圾吃垃圾大 因為過去我們吃的是食品 但是我們現在吃的是食品 因為師兄我們在說這個食品的時候 一般人 可能不會將食品跟食品做什麼分別 為什麼我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投資這個機會 告訴我們 食品跟食品是不相同的 因為我們說五十年前 或是直到早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沒有在加工 雖然也有在加工 但是對台灣的社會來說 是沒有進步到那時候 我們當時在加工 可能都是用鹽跟糖 比如說食品 比如說特別是農村 或是客家的朋友 都做食材 要用鹽或是用糖 那些東西 那個糖跟鹽 也都台灣自己做的 像是有 像是有 對 因為現在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科技的發展 跟木業 跟我們吃的東西 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看看 我們冷凍的食品就好 還是跟我們的罐頭的食品就好 還有包括我們的農產品就好 很多都是在國外賺口 但是在國外賺口 他在冷凍 或是說要賣很久 所以他在加很多東西 但是加什麼東西我們知道嗎 那些人他都不知道 因為像我們 我們很多消費者去買東西的時候 媽媽去問說 這個東西是在哪裡 看不看不看清楚 所以你跟他說 我用什麼 食品添加劑 要用什麼 辛香料 什麼叫辛香料 你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讓我防腐劑有用 但是防腐劑也有很多種 所以 這個裡面 我們在看 那個木業 或是時間 或是說 過程 那個博純頂頂頂的 他穿越多的東西 再來 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說 過去我們吃什麼 包括 我們去上課的時候 可能有的老師 有的家長的時候都會上便當 到近的時候 就中途回去吃飯了 現在你看 然後 客戶的所謂的 營養午餐 營養午餐 有時候也是會出問題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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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出問題 因為很多都是外包 外包 外包 為了筋 今天要處理 比較大量 對 台北七五 是類似一個 統一的中央廚房 你看 他知道 九點的時候 他就開始 要煮 十點就要煮好了 然後就開始去送 好 所以那個營養午餐是騷炸的 然後七點 八點之前 裡面另外就要開始準備了 包括我們吃便當也是一樣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 吃的食物變成食品了 再來我們 吃東西的方式 很多都是外食人口 包括我跟媽媽說 我們很多的朋友都是 對 你今天要去哪裡開花 要看時間什麼 可能就是 青菜吃一點 青菜吃一點 吃一點米包 吃什麼 但是我們在說這些問題的時候 屬於 有時候 有時候有時候 要跟大家介紹 剛才有 有時候叫做 黑心食品三百 三百年 三百年 這是在說歐洲的 屬於 我們現在就說 歐洲 很好 很好的問題 但是 我們也要知道 屬於他們經過這個改靈 像他們在做葡萄酒 我相信我們很多人要喝葡萄酒 葡萄酒 都從歐洲來 這歐洲做葡萄酒的時候 有的生意人比較聰明 因為那真的葡萄酒 你喝了 真的葡萄酒 會燙燙 對 他就要讓你吃得多 他就加 加其他東西 甚至於說他們有的是 加一種酒灰 加什麼 喔 酒灰啊 對 他喝給你比較順 真的 你說那個 大概1870年 1870年 美國的紐約 紐約區 紐約發生那個縮水牛奶 就是那個 牛奶的炒酸 稍稍回來 加了一些東西 變成這麼新鮮 再來買這樣 所以 你不要說什麼 日本就好了 日本的那個 米南大 這樣說的 水遺症 他說 他們當地的基民 或是當地的基民 吃當地的蝦 蝦 或者貝類的東西 吃雞鴿 中毒 會引起那個痛痛病 痛痛症 對 所以 像全世界的這個問題 差不多大家都發生過 但是 發生之後 是不是有辦法去面對 最重要是這樣 就是說 發生之後沒有辦法去面對 當然這個問題就 剛才會越多了 再來我們再說 他說 為什麼 這個東西 在我們台灣 最近會越來越多 像我們最近 說 中國的三季清安 像中國的黑心食品 但是 我們現在 反正回來 我們不知道要怎麼看我們 我們台灣 自己也有黑心食品 我們 看到我們 黑心食品的時候 我們是要 從 一個角度 來看 我認為說 有一個跟 系統成的 就是說 我們 要說 這東西的時候 第一就是 事物跟這個環境的關係 我們說 日本那裡就好了 但是 我們看我們台灣的社交 過去也沒有發生什麼 革命 什麼 戴奧心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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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裡 很大堆 所以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空氣中 我們的水 我們的投入 完全沒有 對 我記得 我大學的時候 做的第一位 跟環保聯明的老師 第一位去做的環境調查 就是去投行做革米事件的調查 是 我想那時候 大家英雄應該很親 其實 剛才 執行長說到的 我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 我們的食品的發展規定裡面 食物跟食品的差別 其實現在越來越少人會注意到 我們常常說 要吃食物 但是我們其實實在吃的是食品 這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執行長 給我們介紹一下 隨時我們 我們不是跟 去吃食品而已 有人說 你喝這一杯 是所謂的化水濃湯 你看 我們還說 在前面 有一個小朋友 寫一個 類似老師的 那個 那個老師 都要寫了聯絡部 他寫一個聯絡部 老師很奇怪 問到 今天有一間 果汁工廠 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 他們有果汁 有水果 水果 但是他還是每天都在做 那有什麼 因為我們很多果汁裡面沒有果汁 我們的米粉裡面沒有米 沒有米 對 就 到這裡來 如果我們做一個食物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你加一些 什麼 什麼添加劑 什麼有什麼 各種香煎的 可以泡一杯木瓜牛 可以泡一杯百香果汁 可以泡一杯檸檬 什麼有什麼 你要愛什麼 就有什麼 喔 所以 表示說我們的 食品化學工業 其實是很厲害的 對 對 我相信我們跟他們 現在看過一本集 叫 食品天 恐怖的食品添加物 這是一個 日本的 日本人生 他本身 是建造的 食品工廠 還有一邊 他回去的時候 看到他們做小孩 吃他們公司的 類似共玩就對了 他說這你不可以吃 這你不可以吃 有什麼 那都是 那都是 對 那就是他們把他貼桌出來 對 對他說的時候 他說 這個東西 我們做小孩吃得對 他自己 跟發言到說 你不行 所以他就剩下這份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台灣 我們去鎮鎖的時候 我們很多農友 他會說 這個我自己吃 沒辦法 這拿回去 或是說 他會說 這個我自己老的 老的 老的自己吃 這個說什麼 沒辦法 所以 就是說 我們對這個 食物 對這個農產品 對食品 我們對食品 我們基本的 沒有那個機會 或是說 我們沒有去注意 就是說 我們要買東西 所以有時候 我們說 這個黑心食品 還是食品安全的問題 我們消費者 有時候我們也是 要進去積極 對 因為我們看到 那麼多 化合物 在那裡出現的時候 我們是有一個了解 我們是會去問 因為我們去問的時候 比如說 你今天 我去這個 果汁店就好 我去買一個個吃 我跟老闆說 我買一個檸檬汁 我可能就問 老闆你這是怎麼來 對 但是你可能 有時候也不會去問 再來有時候 那個老闆 他也說 我就去把誰買 把誰買 買來這個 原料來跑 他也跟他說 這是關節 像我們現在 我們常常在說 這個果汁是 什麼 濃縮 還是 無鈴 什麼 到底幾% 到底濃縮多少 老師兄 這都是 資金都很不透明 不過 我想 再跟執行長 請教 其實 我們知道說 台灣現在 很多人吃這些 食品加工品 其實是不是 跟 那些人要賺錢 賺大錢 其實是有關的 比如說 我幾個例子 大家都在說 很怕的 那個狂牛症 但是 狂牛症的引發 根據我得了解 就是 其實它是把 本來狂牛症這個病毒 是只有在 牛的心股 有 結果因為 歐洲要賺 還有很多牛 讓全世界的人吃 所以它把 牛 撥平的牛 的骨灰 做成肥料 去讓 這個飼料 去讓牛吃 要有得到 這就是 就是因為大家要 收到更多東西 過來 就是 because 生養活 Esta 在耕生 好像我們香港 的養喔 在那裡 平均市理 第一 退 lady 所以 我就將那些鞋子在七十、鬆到七頂 但是以前應該沒那麼快嘛 對 我們可能要穿半年或十個 差不多一百八十天左右嘛 所以你說 因為這隻鞋子要給它速成的時候 不用那麼速成 當然要控性所啦 或是我生意美金的時候 它就要煮這個嘛 它到我都要躲這麼近 不然它這麼鞋子你看看 我們普通就要鞋子一百八十、六個月 它縮低四、五十天就要煮出來了 所以第一 它縮得快嘛 第二 它就量多嘛 所以如果你去看那個 如果你去看人家鞋子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那時候是一個工廳 那時候是一個集體工廠 那些製造工廠 一直給它鞋子 鞋子到後來 直接鞋子出來 所以我們看人家鞋子 像這樣說的 全世界的這個大企業 它就越多了 它就要賺越多錢嘛 然後它就要量越大的時候 甚至還沒越久 它這製造工廠的時候 它就說從這裡開始台的時候 它有一個冷凍或是參加一些類似的 什麼防腐機什麼 不像說有人回到恐怖就說 有參加一些... 因為有參加一些鞋子 給它防腐就對了 所以你就覺得它真的可以賣很久了 甚至有的人說你這裡買回來 很久沒吃還是放它一顆 賣去吃 欸 怎麼好啊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 當然喔 一定是那個 參加很多化學物質的 要將它保存那個狀態嘛 不然那個狀態 在我們消費者來說 你如果接下去的時候 當然你的很多邊就出現了 我們邊邊 那有的沒有的 這樣是不是 請執行長 再來幫我們做一些說明 因為我知道執行長 對這本菜有很了解 正前也跟我們說過一個很趣的故事 就是 法國的黑心補充的故事 就是說 他們是怎麼開始 後來是怎麼處理 政府跟人民跟社會 是怎麼去面對這種黑心補充 因為後來他們 畢竟他們是一個跟文明的國家 跟民主法 發現到這麼多的問題 但是他在說的時候 也不是說補充說現在 後來全部都沒有安全 譬如說最近 中國或英國 也發生一些食品無量 譬如農藥或是穩散的過程 因為那個食品 大家主持人說 你為了穩散的過程裡面 你就有時候會出問題了 你一個不小心 譬如說因為那些 你種的菜因為冷氣 有時候會出問題 或是我們的肉 那個微生物菌 什麼 當然後來他們發現到很嚴重的問題 當然他們就開始去做一個 像聯合國或是WHO 什麼 他們就開始去做一個在食品的管理 但是這個食品的管理 當然他們到那裡就開始 包括ISO 甚至於他在國際的時候 你要開一個小小的 我們在拍音牆 那樣的音牆 那樣的音牆 那樣也要有這條 他這條的 他的技科情就是 他知道你有那個專業的技術和技術 可以去做這個東西 最佳他就是說 你今天要買沒關係 但是我要有一個考核就對了 就是說 你就要說 你怎麼去煮這個煙腸 德國的香腸 你怎麼去配 你知道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來的 就說這些東西都要知道就對了 就是說 丹麥啊 他們有時候要取滴的時候 他們會反而就是說 你要取滴沒關係 但是你要來收分 收分這個期間 政府要像發薪水給你 給你一個專業的執照 你回去取滴了 所以他們從這些東西 給你變成一個專業盤 就是說 你今天要取滴 你今天要種菜 你今天要不勉強 所以你今天要開一間餐廳 什麼都沒關係 但是你現在有一個專業的 證照制度的檢核 對 證照制度的檢核 你今天 因為你 我們如果說 你要營業的時候 你但是家庭自己煮自己生產的 那是一個很家庭室的 但是你今天變成一個 那個 鄉核要賣的時候 屬於你就牽涉到一個公共安全 嗯嗯嗯 就是 我們說比較大的 變成一個社會的職業 嗯嗯 比如說我們要買聯手店啊 或者什麼 你看 一天有多少人 要來吃你的東西 嗯嗯 一天有多少人 要來 要來自己買東西 你如果沒有那些專業的時候 屬於對國家來講 對社會來講 是變成一個很大的負擔 嗯嗯嗯 不然就是說 今天吃一吃 大家都漏洩 還是今天吃一吃 大家都 他說 致癌食品 那個負擔 什麼沒負擔 那邊也是國家要來收拾 所以 他就是說 將這個工作的 做到頭前啦 預防重於治療啦 對 不是說今天 看了黑心食品了 還要去 下架 還要去查看 使用的 然後很多朋友說 我們家已經不在吃 六個大桶沙拉油了 對不對 我過去就吃六個 什麼什麼 有的沒有的 嗯嗯 已經太慢了 嗯嗯嗯 所以我們 第一就是說 你政府的 那個 那個政策 要照出來 要翻臉 然後就是說 你時時要去 尋找到你的 企業 企業本身的 那個 企業的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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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找出來 然後我們 社會責任 本身 也要對 這個食品的 領先 要慢慢去建立 嗯 你知道我們 我們吃的東西 到底是不是 好的東西 嗯嗯嗯嗯 我們知道就說 你要消費者 對這個 地形的 你如果剛才越強的時候 嗯嗯嗯 你知道 政府也不可以 黑白來 他敢不可能 然後他說 這個 手上 這個 怕他強的也好 他也不去 黑白什麼 病死豬 就我們 我們 三不五時 就去 聽說 病死豬做為肉漲 病死豬做為肉乾 延長 不會不會 就說 我們整個 對這個食品的 一些所謂的 生命周期的流程 嗯 其實我們是 比較 舒服的 嗯嗯嗯 就沒有一個 嚴重的觀光啦 對 對 我想這其實是 有一些 比較深入的問題 也向吳大哥請教 執行長請教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因為 剛才執行長說到說 大家要有一些消費意識 不過睡覺是在 因為大家現在都沒用 你要吃東西 有時候就是像我們 我們剛才要 我們中島錄影 我們這個錄影時間是中島 可能大家就是 要看來錄影 所以千差點吃一下 嗯嗯 這個時候 說要怎麼去注重 還是說去問 這個是 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說 大家現在 消費靈力其實是有限 因為薪水 都被凍結了 但是東西一直在那裡 所以 為什麼大家去買大桶的油 就比較少了 嗯 這個 這個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 進一步來 去處理這些東西 譬如說吃食物 或是怎麼樣 這個 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發揮的食品 每一天的 所得多少 我覺得這個很出名 說起來有一個 類似 籌似的比例 就是說 以一個未開發中的國家 比如像 百分之百坦的錢 都會去買東西 買東西吃 因為對我們來說最重要 如果說 跟開發中的國家 就像這個比例 就剛才越少了 像美國的時候 差不多百分之百 20 但是我們台灣 以那個 薪水 來買這個東西 的時候 水上漸漸很少 我們差不多百分之百 高了百分之百 10 蛤 這個 真的 因為我們台灣的東西 摸起來 聽起來說 比較是燒 你不要說一下 米就好了 你去日本就好了 你會看日本吃的東西很貴 但是 我們會覺得 去日本吃的東西 比較好 比較安全 對啊 羊毛粗在羊身上 你要吃燒就沒關係 黑心食品給你 罐頭食品給你 或是說你要吃一個套餐 一百塊 老闆說 我的幫助 怎麼說 我現在經濟這麼賣 幫助也要錢 香港也要錢 店員要去賣 我沒有賺錢 一百塊裡面 當然一定都要降 以前可能 我的原料就七十塊 但是現在不行 我現在可能就三十塊 四十塊而已 我就用那個 冷凍食品 就說 現在很多 什麼料理包 什麼有的 你拿的時候 人家 微泡一下 加一些什麼 就出來了 對 所以 我們的食品 消費 或是我們的農產品價格 其實某種程度是偏低的 但是偏低的時候 你反而付出的社會成本跟代價 我有什麼來講 就是說 你看看現在 健保的黑洞就好了 如果大家都去看病 大家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的老人人口 如果說 我們醫療年紀到大的時候 老人人口數目也會多 大家覺得 那個老人是不是健康 老人的健康 我們的問題 最重要的視乎在哪裡 他每一天吃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特別是在 比如說 六到十二歲的這個年齡年齡 但是如果我們看到 我們台灣在 對待我們這個國家未來的主人 都會是 我們不會在一起遺憾 對啊 其實 其實執行團剛才說到一項 因為我在農學院的課程 我覺得 最有感受的就是 執行團說到說 我們的食物 農產品價值太多 太多 所以 農民生產不符合成本 所以導致大家都沒什麼想要生產 所以我們大量進口外國的東西 再來加 所以這些進口的東西 就有很多是加工的 不就是添加防腐劑 之類的 不然人家飄洋過海來 到你這裡新鮮的 看起來也是 再來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吃東西的習慣 就說 比如說 要整塊漂亮的 這種的 是不是都有影響到 是 是 都有影響到 因為我們就是要看外國的很漂亮 對農民來說 你要吃好吃 對來說比較困難 因為吃漂亮的 真的很簡單 就說 雞噴幾邊就好 所以本來是洗三邊就好 雞洗兩邊就全部都很漂亮 都沒糖 再來就是 比如說 化肥料 很美 當年有的 雞噶 大家都越胖越大 很漂亮 所以就是說 我們真的要去食材 要去認識說 什麼是我們真正的食物 什麼是我們要愛真正的食物 因為這真正的食物 對我們臨體來說 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要吃到會健康的 因為吃到要打招呼 因為吃到要打招呼 所以我們是時候說 對一個家庭或是對一個小孩來說 都會變成很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如果說 今天要說食物的時候 翻熱回來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我們對食物的教育 我們的飲食教育 就是說我們現在 小孩或是國中的就好 你看很多都在學校 很多小孩都在學校 在吃午餐 有的人就說 其實營養物餐一點就不營養 到底這個問題又出在哪裡 就是說 你看很多問題 一直不是一個 一個食品 或是一個食物的問題 屬於是看起來很多的 如果說 在這個 學校的教育裡面 或是6到12歲這段年齡 有一個很好的教育 為什麼6到12歲是一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知道 一個小孩要變成青少人 甚至一個生理發育成熟 男女性 這個時候才會很重要 就是說女性 女生可能會提早 可能四年級 男生可能會六年級 對 對 只要他這個時候 到底我們給他一個 怎樣的一個 好的營養 好的健康的概念 像那個小學生就好了 一到六年級 只要一到六年級 所需求的那個營養 是不一樣的 所需要的那個食量 也不一樣的 但是你今天 都統包啊 搞不好 因為一年的時候 他還沒吃炸雞 但是你就開始吃炸雞 他就開始吃了 所以那個胃口就變成炸雞的胃口 你說他可能因為生理上的 生長所需要 他需要一些各種不同的營養的需求 但是你會注意到結果 雖然以我們的大量的製造之下 統一單調的蛋液食品 這個食譜 雖然有時候都沒有去煮就對了 然後就是說 我們這個食物的教育 因此教育 也都沒有在做 因為小孩給我吃而已 然後他會跟媽媽 會跟爸爸說 今天這個食物好吃 不好吃而已 但是你到底吃什麼 他這個食物是怎麼做的 當然現在 最近就比較好 就是說 像英國或是老酒 他們就從小學生 碰沾的課程 列為必散的課 他適合而已 他們就要讓小孩知道 這個東西是怎麼出來的 如果說一個小的就好了 也小的問問小學生 那個雞要有幾隻腳 怎麼回答 問兩隻腳 不好意思 你說六隻 為什麼 媽媽去買的 那個一包的雞腿都是六隻 哈哈哈哈 對啊 現在他怎麼是從超市去食材雞 對啊 是不是跟衛兵生去食材雞 因為 所以這也不是說是一個 笑的 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屬性 因為我們 有一個這個 食物的過程 包括我們很多 不要說小孩就好 我相信很多 你都市長大 你不要去那種比較好看過 像我們說 這個蚵仔煎就好 到底牡蠣長在哪裡 草菅帶啊 它怎麼生 這個環境是什麼 這個環境到底健康嗎 對啊 所以 很多問題就說 今天看到我們在餐桌上 看食品跟看食物 我們沒有到現場去看 對 所以其實 執行長剛才講的幾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除了就是說 我們要以消費食物 也就是說其實是幫農民 某個程度上我們應該叫做互惠 因為我們多消費食物 多吃食物 其實就是吃農產品 是對我們農民有很大的幫助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執行長說到我們的食品教育 我們的飲食教育 國後的營養母餐 國中後的營養母餐 其實這說到最好其實就是 執行長剛才都有說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政府的結領 企業的結領 包括說 說到說法國的結婦的某種 最好其實也是政府出面來處理 我想這點是不是可以在最好的時候 請執行長再來跟我們說一下 包括說面對目前的問題 我們的政府其實應該怎麼做 我是就是說 現在 中年最近的這個黑心食品 我認為危機就是一個好的轉機 如果我們認真去好檢討的時候 我們應該對著說我們的食品安全管理法 要好好修 修的時候有一個重點 我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食品的標示 這個標示一定要很透明化 你用多少就要用多少 就是食品的成分 因為我們看食品標示 都跟他說有效日期 要用什麼做的 卡羅里多少 營養成分多少 但是整個食品的內含物到底多少 比方這個果汁 到底你用農鎖的 是百元一二十還是百元一十 你跟我們說得清楚 消費者買不買 屬於他 他用的這杯豆奶是基改的嗎 還是被基改的防洞 你就說得清楚 就是說資訊一定要透明化 再來就是說如果發生問題 那個公民訴訟賠償 像過去三四千塊的時候 換你拚了說一個要賠幾十塊 這是一個笑話 剛才以前的毒米糠油事件 也是國家也是沒有背上 是 比如說我們一定要說 國家的背上的機制 像我最近要成立一個實安基金 然後就說 手上的附帶責任 一定要出來 像我們說 我們今天去生肥裡面買東西 結果生肥裡面說 我是受害者 你通路上自己就要生肥做自己的檢測 我怕是來生肥裡面買東西 是 信領你這個拼白的 對 我怕是去什麼 要衛權的油 還是信領你的拼白 什麼你說你是受害者 這個現實要加進去 所以一定要企業 或是說政府 一定要讓企業一個很大的 我們說 抱歉 這是你的證明 結果我們現在說 就飛去 後來就說 後來就說 我們社會者 自己本身 我們也要去認識 這就看來說 從事物的 包括正式的交友 跟社會的交友 你了解那麼多 手上如果沒有卡手 如果沒有機會來 幫你做卡手 政府也要尷尬來作手 所以我想說 這是一個刑犯 我們過去是個惡性的刑犯 當然一定會炒生惡性的狗 這是食品的事 但是我們有一個良性的事 我再說一下 像最近他們在購高卡羅里水 因為這東西 卡羅里只有200卡而已 結果你擠下去 加什麼卡羅里變成400卡 沒關係 我家庭要給你購水 因為你購水的時候 你的家庭變成 全部的官員變官 價格變官 消費者就不會購買了 變成說以這個價格來製 以加質量 對 這也是一種政策 對 所以其實我們很感謝今天 綠色陣線的吳東傑執行長 來跟我們分享 其實執行長說到幾項東西 我想大家面對現在的事案問題 第一項其實他說到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吃食物 譬如說只是我們的農民 吃農產品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我們 我有看過一個紀錄片說 比較美國 飛鳥跟亞洲的開發中的國家 在那裡吃的 一人一天 一個家庭 一天吃的東西 我告訴他們 飛鳥的人 飛鳥的家庭 看起來好像是最善吃的 但是他們吃的 是最好的 他們都吃真實的食物 是是是 反正是美國 都是吃加工品 什麼 麥克風 餅乾 什麼什麼 所以 其實 我們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 吃食物 避免過多的加工 這是一個很重要 第二項就是說 我們的家庭的教育 要對小孩 就要讓我們的小朋友認識食物 而且要區隔 不一樣的年紀 不同的年紀他吃什麼 他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一要他吃東西就會比較健康 第三項其實就是最重要 就是說這個國家 要清楚知道說 他應該要給予企業什麼樣的責任 以及他自己 要怎麼樣去監督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就跟他執行長對著說 現在變成是大家都是受害者 現在什麼人是加害者 說我查沒有 這個是一個國家的荒謬 就是好像 每個人都跟我們講說 他也是受害者 像我看衛權 頂心堪著那些大的公格 說什麼他們頂心四兄弟 都是什麼良心商人 我想說哇 他們良心商人 我們大家不就是了 所以我想其實今天執行長 很感謝執行長今天來 來提供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事實上吃正確的東西 然後去觀看我們的生產環境 那保障我們的生產環境 以及嚴格監督我們的整個食品工業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項事情 其中這幾項都跟政府有關的 正確的食品教育 監督我們的生產環境 跟監督企業的生產 其實這都是政府應該要做的 但是奇怪 但現在變成是我們 個人應該要去進行的 我覺得這是很不合理的 那我想希望透過我們今天 這樣子的一個訪問 感謝吳隆傑執行長 會做高見 讓我們知道整個實務發展的過程 那也希望透過這樣子 真的讓政府可以聽到 知道說 什麼是他應該要盡的責任 那身為公民的我們 也應該要求政府去盡 他應該要盡的責任 不然我們選政府要做什麼 好 還有一件感謝執行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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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